包含童子贤董事长 包含这个环境部的部长 包含这个经济部的部长 包含我们的行政院的发言人 说非核家园一定要往前继续前进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卓院长的最新的施政报告 关于能源里头 对于非核家园是知智未提的 这个非核家园的神主牌 现在到底在哪里 但是在我们刚刚的咨询过程当中 我只要问他们 请问核能是安全的吗 非核家园是要继续进行的吗 非核家园现在已经转弯了吗 他们要想很久 好像有一些想讲又不能讲的话 这种模糊不清的现状 其实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 对于台湾的能源政策 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希望所有的官员 在我们咨询的过程当中 都能够发自内心 诚恳而且真实地告诉我们 现在的政策现况以及真相 带领台湾持续的经济往前发展 非常很好 感谢观看